妈子慈悲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妈子网络大学堂 大家来学习一些妈子圣道的知识 我们最近都在分享信解行政拨杯条签 妈子的信徒直接跟妈子沟通通信都会透过拨杯条签 拨杯条签 一定要经过信解行政四个程序 也就是你的信要相信 信了以后你才会去写 才会去解 解了以后你才有正信 从相信到正信解了 了解怎么拨杯条签的一些知识 尝试 技巧 方法 然后去行 去坐看看 真的去拨杯 去实验看看 去实行 实行真的很准 感觉上我们真的跟跟妈祖的通信 有什么事可以请教他 他会给我们更高的一种智慧 所以我们征信了 相信宝贝条签 所以我们征信了 相信宝贝条签 跟妈祖的通信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法跟别人分享 那他别人也去做 依照这个方法 这个解 拿自己别人也做看看 真的证实了 那我们就生信了 所以信从相信 正信有方法了解 到了真信就是自己坐看看 哇 很相信了 那别人身上也看到了 就生信不移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法门 来跟妈祖的沟通 这是我们妈祖信仰的特色 就是妈祖信仰的特色 只要你亲起莫相 无感而不相通 只要有妈祖的相变前 你就可以拔杯条签 当然要真正的灵验 就是刚刚讲的你的信解行政 有没有经过这样的程序 所以我们就会拔杯条签 到了深信的阶段 你如果很深信不移 真的皈依妈祖的一个三宝 这个妈祖 这个画满宝贝条签的方法 有真 老师可以问 有问题可以问 有疑惑 还有可以问 有老师教你 有人传你 你真要有皈依很深信的程度 就很灵验 当然你一定要懂得拔杯的技巧方法 然后另外有时候还没有办法准 有时候我们旁边 平常拔杯都很准 怎么今天就拔不过 那就是今天有冤亲载子来指导你 你的印是不佳 刚好被淫遮住你的印了 所以我们常常抽签 抽到这个签 被淫遮住 所以印不通 你就没有办法通 所以彦亲载子也会来盪 所以我们对这个 拔杯灵面的三大关键 也要了解 那今天顾问要分享 有一位位同修来问顾问 他有看我们的节目 说要提出什么三拔杯 他自己平常都是只有一杯 然後自己看簽詩解自己了解 覺得很準 他都這樣子 抽了個簽 擲一杯 然後這個簽詩拿去給解簽老師 那個解簽 廟裡面解簽老師跟他說 要擲三杯 你擲一杯就是不是 你要重抽 哇 聽了這個老師講的 他說不行 這不對 那時候原來那一支一杯就可以了嗎 那個一杯就可以了 你不要聽那個老師話 不用三杯就是一杯 他就很疑惑 就來問顧問了 那他怎麼解釋呢 這個宗教一定要活化身 他就很疑惑 那你自己也一路走來信解行政 那我不知道你是拜同一個神 那個神有沒有給你指導 你有沒有感應到 他跟你講就只要一杯就好 還是廟裡面的真跟你講 我們這個神只要一杯就好了 那到底要三杯要一杯 因為你就一路來真信了 那別人呢 不一定一杯可以 你別人需要三杯 因為每個人的英年不同 那你也不是傳法的人 你自己真信了相信了 一路走來 每年都在寶貝投槍好幾次 也不是只有一次 你自己感受到 你的神跟你互動得很好 你也很好 你就信吧 你就真信吧 你就把你一杯就夠了 每個人的英年不同 你要歸於你的三寶 相信你的神 相信你的法 相信你的真 老師 只是你要還行 當時誰教你一杯的 如果是神教你的 那我們媽祖信仰很少有神 直接媽祖教你 而且你輸了那麼多人了 也很準 那你跟這個媽祖的關係 可是你自己也要小心 因為你歸於佛 歸於法 你沒有歸於神 沒有歸於一個廟這個神團 那個洪法的老師團體 你少一個神 你只要確定一件事情 你真信嗎 真信就是說 你一路來都擺一杯擺一杯 擺一杯 你覺得很準 然後你發展得怎麼樣 你過得怎麼樣 你的滑介性有提升嗎 你的神給你的是不是更好 你過的路子是不是很幸福 也有身體健康 越來越好 那你就繼續 擺一杯就好了 因為你神有照顧你 如果你沒有 你就要警戒 因為你沒有生 沒有老師教你 如果有老師教你 你也真的 因為老師教你 說他經過了信責行政 很多年試過了 擺一杯很準 他來教你之後就正信了 就正華 你說擺一杯沒問題 如果沒有老師教你 你只是活跟活的互動 那你活互動 那個零是高零 那就沒有問題 萬一這個零是低零 那就完蛋了 那上顧教的就是最正統的 人家老師教我的 長輩教我的 媽祖教我的 三杯 那就正統的 在形畫面 你做了以後 就會感受得到了 媽祖是怎麼樣跟你溝通的 跟你的理論解的話 也許會有出路 所以華無定華 你只要真信 然後有老師教你 因為老師是生信 就是正了 就是很多人身上都靈驗了 所以個人這樣傳給你 也就是很多人靈驗的 不一定要三杯 不一定要三杯 很多人就一杯就可以 那你就只要去擲杯 先了解要三杯 結果後來擲杯時 神跟你講 你的火跟你講 這不用三杯 像這種事你要一杯就好 他就笑一直笑 那你就問他 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他說對 那就好啦 所以信責行政在行上面 理論是這樣子 可是做起來就不一定是 一定就是三杯 不一定 不一定 像個人在寶貝 也不會說每次都要三杯 靈活 靈活 每個人不同 因緣不同 牠摑 鍵 釁 他家的方法理論要懂 可是阿佛怨 華 穆 花 梅 важ 話 話 回來 再ия 吐 televger 講 這張 傳宗教的話 很難說一堂課就把它全部講完 每個人的因緣所抱不同 根氣條件不同 所以也沒有辦法 固定一定怎麼樣 一定要三杯 一定要這樣 沒有 那就是原則 要去活用 這個活用就透過自己跟神溝通的經驗 你很深信 他就會告訴你 用很多的變化 所以法無定法 抓住原則 用原則去行 去做中學 學中做 你對於媽祖的法就應用得很好 你就可以去渡人 因為經驗很動了 你深信不疑了 對媽祖深信不疑 對於這個法 深信不疑 對於老師 顧問講的 深信不疑 你才能穿這個法 你才能用這個法 那才是正信 正法 正真 才是如法 以上是顧問跟大家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謝謝大家 進步